肉串烤得滋滋作响 让人口水直流 中秋节将至 不少人早已约好 与亲朋好友动手烤肉 而烤肉装备 你会选哪一种 觉得是收纳 因为其实如果没差 其实现在烤肉炉 没有差多少钱 那不要让自己 未来很不方便 我们住的地方是在一楼 所以空间是可以放这个的 有业者统计 南北爱用烤肉装备大不同 像是高角形瓦斯烤肉炉 适合六人以上 方便又气派 成为南部人的最爱 在台中以南及东部销量占五成以上 至于北部的消费者 更倾向方便收纳又好清理的电烤盘 或是卡式炉 适合小家庭 或是六人以内小型聚会 中南部他们的话 都是那种别墅 或者说有一楼的那种空间比较多 所以大部分会买中大型的烤肉炉 北部人空间比较小 电烤盘 他应该在家里烤 中秋节选择露营烤肉 别看我手上是行李箱 其实他是烤肉炉 而且架设起来 超级方便 我们来试试看看 即便只有一个人 架起烤肉炉 不到十五秒钟就能完成 而近年户外露营风气盛行 便稀释烤肉炉受到瞩目 而有了装备 食材准备也是重点 有业者发现 南部人喜欢家族烤肉 食物澎湃 像是海鲜龙虾干貝 虾子不能少 一买就是十到十五人份 肉类当然也不能少 至于北部人偏好蔬菜多 尤其是串烧類简单方便都卖得特别好 烤肉从装备到食材南北也有不同偏好 三星期训练为张志涵台北侧捧报道